这个是完成的画面 这个是下一个阶段要完成 你就找六个景点 可以放过来 那第1个的话 你先找它的位置 找到之后的话 第1步是插入一个页面之后的话 再插入DIV 名称叫MAPDIV 第2步的话呢 就是 在这个地方插入什么的 一个 CSS样式 那样式都是ID MAPDIV 请此文件 然后按下一步 那这方框大概就是 320440等等的 那再来就是复制程式嘛 要复制两段喔 上面这一段 跟下面这一段 再来把框框的地方改成你的经纬度 这样子 就 保证出的来 应该没问题了 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是 不然你可以看书 书上有讲 但书上看完你还是做不出来 保证做不出来 因为我之前有一份看书 看半天 还是 算了 自己弄比较快 OK 所以 大概就是一个画面 你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但是呢 最后做出来 这个地方可以修改 谢谢这样子 因为 你做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 会有几个问题 比如说 宽 宽跟高 就是 感觉 卡卡的 所以最后做出来的话 如果你们要修改 那个宽 预设的话 这边可以从这边去做调整 预设的话看到潮进公园 应该是偏这一边嘛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你的手机拉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 他就偏这边 有没有 那如果小手机还可以 大一点的手机的话会变成只有这一边 那OK 第一个我如何置装 第2个我如何让他自动调整 放大缩小 对第3个 如何 加一个漂亮的框框 看起来 比较有质感一点点 对不对 OK那这部分怎么做 首先的话 这个是CSS 其实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 什么叫CSS 有相关的书籍 或者做美工的 好像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不清楚没关系啦 因为一般 如果在我看那个国外的网站教学都是 都是没有图形化界面 就是直接叫 在这上面打标签 其实刚刚我们做的动作 他自动方向产生的 就是在一个MAPDIV里面 帮我做这两件事 如果你要做刚刚讲的比如第1个 自装的话 你要去调整那个 一个MG 边界 边界怎么样呢 有左边界右边界调整一下 他就自装了 第2个的话呢 是要调整什么 放大缩小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 宽度设为AUTO 他就自动 调整宽度 第3个边框 你就去调整Boulder 不过都要背很多那个 标签名称啦 但是呢 如果你不想背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图形化工具 Dreamweaver里面就有了 其实如果你不用Dreamweaver 这个是要自己敲的 很多其实都是自己要敲 你会发现 美术设计师都在做这些事情 但如果你不想背的话 教各位 这个有没有 Map DIV点两下 刚刚讲的 设定 置装 很简单 方框 这边有个Maggie 其实 可以这样做 就是可以把 全部都一样打勾取消 把right的部分 给他一个AUTO 或者给他一个数字 5也可以 或者是一个数字 我看给他5好了 边框给他5 5个pixel 这个也给他5 左边右边各5 然后上下的话 就零好了 这个是 框框的 这个DIV的边框 边界 那我怎么知道结果会如何 其实你们可以套用一下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他就 这个看不太出来 我把他移过来一点点 这个 方框里面的 边界 边界 我把这个改个AUTO好了 左右的边界 把他设为AUTO 套用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就中间了 所以 我们可以 如果你用5的话 他左边右边各5了 所以没办法放在正中 如果说 你希望 把他放中间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 改这个 这个叫 Market 中文翻译叫 有的叫边界 有的叫 就边边 你可以填充的边界 这边改0AUTO 0AUTO 他要放在中间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你的那个存识码里面 他会自动产生什么 产生刚刚写的东西 所以你刚刚做的事情 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写上去 那你要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自己打上去就是 Market Dash Tap 就这个 为0 Pixel OK好 自动了嘛 第二个的话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第二个我要 希望他能够 跟着萤幕大小说法 比如说我在大萤幕上面 就看到大地图 小萤幕看到小地图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YS 改成什么 AUTO 刚刚不是320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改成AUTO的话 按套用看看 你看 有没有看到 自动缩放 所以AUTO在配合什么 Write Labs Market AUTO 居然可以做出自动缩放 的效果了 所以以后呢 无论你在任何的手机上面看到的都会是他希望看到的尺寸 这个不实在是太 这样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以前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在Java里面实在是 太困难了 OK 再来最后还什么 如果你要希望个边框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边框 你可以给他什么边框 然后宽度的话 如果全部都一样 5个pixel好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看边框 有没有出现 按套用就知道了 没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填东西 填一个什么 Solid Solid 这个要填 然后这个尺寸 接下来的话 有没有边框出来 如果你不要Solid 你可以用别的样式 再来就是说 Color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你可以再改 其他颜色 改一个 随便 改个红色 好了 不要明显 套用上去 边框 马上变成红色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CS样式 以往 是要写程式的 写旁边这一串 全部都自己写 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 但是呢 如果你懂得用Solid 来做的话 根本 完全 都不需要 而且你会发现 他要马上看到结果如果以前有写那个 Java写的话 还有个模拟器 你要传送到模拟器 等好几分 好几分 几分钟才可以看到结果 这个 按个套用就出来了 真是太棒了 你写完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所以 这个东西 如果懂得善用你的生产力真的是 大大提高 OK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刚刚只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点两下 或者你是按右下角 按右下角一直比 也是一样 修改 里面的话如果要置装的话 请找到 先把marking 改auto 再来这个wise也把他改auto 就这个 这个改auto会置装 这个改auto 自动会缩放 再来边框 如果你要边框的话 请给一个宽度 再给一个填充的内容物 再给颜色 按套用 就会有结果出来 大概是这样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Google地图马上就可以做出来 如果说你要做 几个经典的Google地图 实际上就是 就是他你可以做静态的 这个清单跟前面一样 连过去有哪个 但是这种方式 比较笨 但比较聪明是 连过去他自动去 更改经纬度 还有更改title名称 这样不就可以有个活的 就是只要两页 第一页是menu页 第二页是 景点页 就可以完成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今天时间可能也不太够了 所以 这个部分是 下一次做的 动态的部分 回去有时间的话 就反正 多多用 多多 或者是你可以先try一下 或者先把那个静态的 你如果可以做静态 你可以 把这个部分做个静态的一个app 一个menu嘛 对不对 然后看 五个景点 六个景点都可以 然后做 看几个页面 跳过去 他至少你们可以 跳到那一个 页面的地图 说放的比例自己可以再调整一下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静止